大幅下降 這是大家都知道 自民都走到這個程度 到現在為止 賴清德的兩岸政策 完全沒有一個主張 說不清楚 我只記得 他要喝珍珠奶茶而已 賴清德只會想到喝珍珠奶茶 你的兩岸政策呢 我非常的清楚 兩岸的政策我提出3D策略 我們要用嚇阻對話 降低風險 這就很清楚的策略 尤其我是必戰不隱戰 賴清德 你的支持台獨不持台獨就是隱戰 你真的把兩岸的事情 當成兒戲看 請記得現在所有的移民公司的業務 你們可以去做了解 市長怎麼看柯正營內部由隔轉營 柯文哲還打算鼓勵參選 另外他的部首都開臉 等一下雞湯記得幫我拿個什麼 寫個東西進 有有有 我會按照我選舉的步驟 堅定往前走 團結所有志同道合 大家力量 道定行 贏得最後盛行 市長不過今天柯文哲 他就是在這個記者會上 又秀出他自己做的 他們自己陣營做的民調 強調他很重視數據 那這個平均都是 就是柯文哲先領先8% 他堅持是全民調 說這個德國模式 日本模式 為什麼不乾脆就用台灣模式 好像也是在跟您選擇 其實民調都是參考用啦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 常常做的民調公司 我也領先 不 領先柯文哲有一段距離啊 所以民調把都做慘客啦 還記得自己做的 還不如參考外面做的 然後把柯柯柯比比看看 把我們所有政黨比比看 大家就很清楚了吧 市長就是這個昨天的聯訪 有說到就是跟韓國瑜 會有共同的信念一起努力 那傳說就是韓國瑜 可能會列出部分區的名單 會親自拜訪 還是以這個副手身份 來跟你一起努力 我跟韓市長都是認識很久 我們最重要的 都是愛中華民國 保衛台澎金馬這塊土地的人民 所以我們的信念其實是一致 價值是一致的 我們可以為了一切 就顧我們的國家 顧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大家一定會念作會 並肩作戰 不管在哪一個角色 市長 賴清德找了姚立民當進總之位 那麼會不會擔心被邊緣化 賴清德心中只有想到的是選舉 他有沒有想想看 他所提出的政策 以及他在執政這幾年 面對腐敗的民進黨 有沒有好好的去想起改革 完全沒有嘛 尤其新潮流這段時間 閉案重生 大家紛紛都有很多的 這個看得到的地方 這些閉案 大家都被檢舉出來了 你為什麼不查 用新特質 好好查一查都不做 你說兩岸要陸客進來 為什麼不現在就做 我講了很久啊 你應該去傾聽人民的聲音 去解決問題 不需要用選舉的方式去操弄大家 所以面對人民的聲音 好啊 把事情做好比較重要 市長就是 國防部在那個就是 國委要建設這個魚叉飛彈的隱居 那對於國民黨 不要魚叉飛彈 有人說是未戰 市長怎麼看 其實民進黨政府 應該把兩岸現在面臨的困境 不過清澈 大家都看得到 美國軍事研製三個國家 一個台灣 一個烏克蘭 一個是以色列 要投下一千億美元 台灣已經被全世界很多媒體報導 像飛彈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看到 共居來到台灣的處事 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十倍 光今年到現在 也將近四千架次 這個事實有跟大家說清楚嗎 今天你要在營營 部署飛彈基地 那這些部署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跟人民溝通 要讓人民做好 預先準備呢 這些都是民進黨不敢說的事情 請民進黨 目前兩岸兵凶戰危的事實狀況如何 你到底要如何應驗 今天侯友宜主要還是把話題聚焦在兩岸議題 他說自己呢 是避戰不隱戰 那再批賴清德 不過當然大家也問到 這個侯涵配友譜嗎 他也說 兩人想法一致 未來會繼續加油